曾在中东蔓延的莫莉花革命 在叙利亚枯萎了 继承家族政权的总统阿萨德 用前所未见的恐怖手段折磨人民 许多男性被失踪 甚至还有女性跟孩童凭空消失 本片访问了历劫归来的叙利亚人民 他们回忆被刑求的黑暗过往 因为内战 当今已有400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 另有76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但他们的总统依然专注于打击一击 对自己的人民毫不手软 周二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消失的叙利亚就在公共电视 冨念 是 敏 的 照元 是 的 前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